对吧,那我觉得他为了一个泰国的经济复苏啊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可能10月1号真的会落地 这个我这次还真的比较相信泰国 但是呢,我要说但是了 免签真的一定是个好消息吗 对吧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早上呢看了一个新闻也让我蛮蛮震惊的 大家也知道泰国刚刚换领导嘛,对吧 这领导换好了是换了一个维泰党的 那么他今天早上推出了一个政策 他希望各个部门配合他来尽量完成对中国的免签 然后他特意呢也跟记者说了这个什么叫免签 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呢 泰国之前流行的做法是免签证费 但是大家的该来的机票啊 酒店啊照片啊该有的这些材料都还是要有 但是他今天说了所谓的免签是对中国单方面的单边免签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单边免签 什么叫双边互免 这个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也不用支付费用 也不需要填任何的表格 中国人就跟其他欧美国家的老外一样 直接拿着护照就可以进入泰国 类似于我们去巴厘岛 类似于我们去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 就很多很多地方就像我们去巴厘岛就可以直接拿着护照 不需要填任何的资料就可以直接进去 这个叫免签 那么他想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来恢复一个泰国的旅游 另外一个呢叫双边互免 那什么叫双边互免呢 一般在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就是单边免签是很少的 一般都是互免 互免的话就是他们对我们免 我们中国也对他们免 所以大家会看我们中国的护照啊 就是免签的地方会特别少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管理相对严格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给其他国家进行一个护免 那很多国家我相信都是愿意跟中国免签的 但是你中国不愿意对我免签的我也没法对你免签 那么像泰国的话这次就等于说也算破了个例外吧 那么以泰国人民的速度 他要求10月1号 原则上我是不大相信的 但是呢新冠商人三把火 这个为了推动经济 而且新的领导人呢又是原来搞财政的 对吧那我觉得他为了一个泰国的经济复苏啊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可能10月1号真的会落地 这个我这次还真的比较相信泰国 但是呢我要说但是了 免签真的一定是个好消息吗 对大家来说对大家不需要繁琐资料了 大家不需要去付那个2000株或2200泰铢的签证费了 看似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在我的眼里的解读就是 并不一件事件好事情 因为一旦他开放了这样的政策 那大部分的国人就会涌入泰国 涌入泰国以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机票涨价 酒店涨价 你的物价涨价 昨天我去买一杯西瓜汁 我一月份的来的时候 一杯西瓜汁是25泰铢 昨天去买的时候是40泰铢 那我相信到10月份的时候会涨到50泰铢 如果涨到50泰铢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半年之内 应该说9个月 一杯西瓜汁从5块钱人民币涨到10块钱人民币 它翻了一倍 double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不管是针对游客 还是针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 这个政策未必是件好事情 政策的收紧 怎么说呢 我觉得政策收紧 来的人少了 或者像我们去欧洲国家 或者说去西方国家 因为他签证很复杂 所以相对我们中国人去的少 相对他的物价会比较均衡一点 一旦我实话是说 我们因为人口大国嘛 我们包括印度人来多了以后 物价一定会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现在有一年有一个亿的国外的游客 到了我们中国 到了上海北京 或者类似于我们杭州 难道我们的物价不会涨吗 也一样会跟着涨 不管是本地人的市场 还是外地人的市场 对吧 都会涨 因为他也没有做好一个供给的平衡 如果说这个东西稀缺了 或者说人多了 自然水涨船高 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包括在群里面很多群友 也之前在说 这个我要等免签 我等免签再来 我说别 真的免签了 你可能看似你省了两千两百泰铢 其实你可能以后会多花两万两千铢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是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的思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泰国来玩 那么你说免签怎么样 是少了很多的手续 对吧 这个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说明泰国政府也很 的确也很想中国人到这里来玩 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同样 他让你来玩的目的是什么 他让你来玩的目的是 他想赚你的钱 对吧 他想赚你的钱 他给你便宜了一个芝麻 他让你要去丢个吸管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对我来说 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不知是喜还是忧 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人来说 或者说开酒店的呀 做旅游的呀 那对他们来说 国人来当然好 因为他们也想赚国人的钱呀 对吧 但是对于如果说你是在这里 旅游的 消费的 甚至说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来说 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我今天算了算 可能我未来的每个月的支出的一个成本啊 可能可能又要往上走一走了 可能大概要走个百分之三十 哎 听到消息比较可怕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相信一个东西的推出一定会有正方 一定会有反方吧 这个没关系 对吧 看你自己的需求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需求是做生意的 好事情 你的需求是像我这样是过来生活的 那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吧 你如果中国人来多了还堵车呢 对吧 这个如果说你是过来旅游的 那对你来说可能喜悠参办 对吧 手续上是省了 但是你住的酒店住的机票一定是涨价的 你放心那2200泰铢 它一定会从酒店的机票里面给你涨出来的 今天我去查了一下机票 同样的时间点 我记得我查的是9月20号那个春午里的那个 因为我不是要看绿城球赛吗 那个时候B2酒店才100块钱一碗 大概也就隔了两天 就到今天刚才我搜索一下已经涨到120块钱 我订的是9月20号的 那例子还有20天 对吧 那当然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有人订了 那么他酒店是房间数量少了 他价格就会上去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政策推行 酒店就普遍开始涨价 那具体它是什么条文规则我不知道 至少我现在我知道我要住的那个酒店 已经贵了20块钱人民币了 就是100泰铢了 对吧 那么至于这个2200泰铢 我相信很快就会被这些所谓的费用给平单下来 那我住的还是100块的酒店 如果你去住西尔顿1000块 甚至说2000块的酒店的 对吧 那可能就涨到2500 那可能就是一碗的酒店 就把你的签证的费用给折回来了 这个包括 这里的湿瓜汁包括大家你说要去一些场所去酒吧街 肯定都会涨价 可能现在一杯雷迪君克150 我相信马上涨到180 对吧 可能180的雷迪君克马上就会破到200了 这个包括大家支付给酒吧的费用 出去玩的费用都会随转创高 这就是很乖的一个事情 那么因为我在最近不是也在经常打卡一些餐饮店 然后我就会看到他们的菜单上面都会贴这种不干胶 其实不干胶意味着什么 我撕开来看过 涨价 就是涨不多 涨10泰铸 涨20泰铸 但是你要这样想 我假设一份猪脚犯50泰铸 现在涨到60泰铸了 看似涨了10泰铸 两块钱人民币真的不多 但是你按照比例算呢 对吧 10块钱涨到12块钱是涨了20% 几个月时间它涨了20% 当然我也会说国内也涨价 对吧 我经常举的例子是什么的 肯德基4块 原来一个原位是8块5 对吧 现在涨到12块5 好像是马上13块5了 应该12块5 涨了50% 所以都会有一个涨价 那么将对旅游区来说会涨得特别厉害 就我们现在非常可怕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国人来说 我觉得非常害怕的就是大规模的国人 大规模的三哥涌入我们所在的城市 不光是交通拥堵 不光是可能拉芝加哥方面都会多 那么更多的一方面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本地的一个消费来说 也会受牵连吧 很有可能吃个饭都排队了 对吧 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杭州不吃饭 就排队不排队 就吃饭要排队的地方 跑到了一个吃饭不用排队的地方 然后他又要排队了 那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前面我一在跟群友在说 海苔边的椰子一月份40泰铢一个 然后现在是50泰铢一个 是不是马上会涨到60泰铢一个呢 那如果40涨到60 也是个很夸张的数字 看似没多少钱对吧 所以每次一个泰国的新闻 每次一个大的一个政策的变动 不管是15天 落地线15天延长到30天 不管是免签证费 还是所谓现在的真正的单边免签 每一个政策的推行 一定会有它的利和它的弊 所以就要看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了 好吧 今天我就在我公寓的泳池 给大家录一个节目 我是特意跑到B洞来了 因为B洞的话风没那么大 我们A洞44楼风很大的 就这样的一个泳池 我觉得环境还不错 就在这里给大家录个视频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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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